我是林佳光,雪龙潮州会馆的会长 同时也是刚中选马潮年会的一个总会长 所以我参加潮州会已经是53年了 在十多二十年前我就认识了Dude Leon 因为自己是好朋友的关系 当初他有一个项目在这个马六甲那边 他就邀请我投资 我就毫不犹豫地投资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所承诺的事情 都是意义兑现 特别是在疫情的期间 很多商家、发展商都借这个疫情 故意拖慢这些还款 同时甚至取消 甚至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 但是Dude Leon这边这个生态 他们就是很准时 每个月准时就从银行过账了 我们也不用去追 所以感觉到这个信誉 在这个商场上是非常重要的